終於找到她離婚的原因了 我帶一個 男的 一個男的 男的你還要10萬 我要 我半年的工資咋了 我半年的工資 工資我不值 我嫁給你 我半年我就能掙10萬 我一年20萬 我要嫁給你 至少給你 我今年35 至少還要活30年 你算過這筆賬嗎 20萬30年600萬 然後就給你要10萬多了 會算賬嗎 那你追我吧 我憑他要追你 長這麼醜 看不上你 我去你那個 你這個你把美顏開了 你就開始有點那個了 有點高傲了 我給你說我美顏光了 也不醜 關鍵是不上相 先生他不上相 我看你看我 我跟你講我他也沒開 你那個你那個長相 你都打個兩分 直接霸倒在我的石流群下 真的是 就 就看你 就看你 就看你這樣 你這個要求太高了 你現在加不出去的 你現在這些男的 這麼 這麼現實 真的 10萬塊錢人家半年的工資 你都不給 憑啥 憑啥 那你自己能掙錢 你為什麼還給男的要呢 人家爸媽把自己養大 跑回去管你家人叫 管你家人叫爸媽 人家在家裡吃喝不愁 啥都不幹 協議提 爹 爹生娘娘的 去你家裡 伺候讓你家全家老小 憑什麼呀 人家本身自己有自己的信 跑你家去信你的信 憑什麼呀 你賭雞湯喝多了吧 你才賭雞湯喝多了 這是幾千年來 中國留下來的傳統文化 為什麼 那明明知道財源那個東西不對 那為什麼仍然還要認可 仍然還要給 為什麼還扒著溜須的要給 我知道你為什麼離婚了 真的 你這種想法 你一定會離婚 我問你好 現在有幾個女的嫁到男方家 是給男方家 照顧男方父母的 給男方家當保姆的 我跟你說 有幾個 我不知道其他女的 我問你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難道只有女的在幹家務嗎 女的在做事情嗎 難得沒有付出任何東西嗎 我竟能生孩子 又能做飯 又能照顧家 又能掙錢 是呀 對啊 我啥都能幹 我批下 我批下 我要10萬 我多啊 人世界就你會唱 人世界就你會唱